来自南方都市保博报 6月28号 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强介绍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情况 据介绍 截至6月28号12时 北京完成采样829.9万人 已完成检测768.7万人 基本完成应检进检人员动态清零 同时 北京已基本完成10.7万名 在京高校师生的采样检测工作 此外 张强称 北京的每日检测量 由6月11号的4万份 提高到现在的45.8万份 单日最高检测量为108.4万人